在這防毒軟體及二億城市的公寓房中 防毒軟體日益強大 配合各種偵測機制 隨時可以把二億城市的樣本 回傳到資安公司 使得二億城市存活時間比以前更短 而二億城市的開發者 也不甘示弱 漸漸的衍生出一些特殊攻擊手法 來規避各種機制 這場演講將由ADR帶來 帶來這場攻防戰中的新技術 讓我們來歡迎ADR所帶來演講 喂 喂 有聲音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勝豪 那我這一場要帶來的是 Screw 從重兵看守的天眼防線殺出重圍 那這一篇其實我想講的一個重點是 其實大家在各家資安廠商 每年都在研究新的變種病毒 從VirusToso上面有很多樣本庫可以進行研究 那其實我想強調的一點是 現在所有防賭廠商所謂的收集回來的樣本 都是從自動樣本回傳 雲端樣本回傳的功能回來做分析 那我想探討的一個重點是 萬一 萬一 其實駭客已經找到了一個全新的方法 能夠讓二億城市一回傳到樣本中心自動損毀 那是否其實有一票真正的駭客 他的技術因為真的夠強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都沒辦法發現他的後門 沒辦法去分析他的攻擊行為呢 那就是我今天想講的主軸 好 那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叫馬勝豪 然後我現在在TX1 Networks 擔任就是資安威脅研究員 然後我是CH Router 組織的成員之一 然後我有十年以上的臨向工程經驗 然後喜歡研究 Windows 弱點 然後還有 Intel x86 的一些有趣的議題 那我之前有在 SMP Bladehead Defcon 今年在 Hacker in the Box 然後 VxCon RooCon Cyber Security 都有講過 發表過演說 那之前也有辦過一些教育訓練 然後因為我覺得其實比較少人去整理 關於逆向工程 Windows 的漏洞研究這些東西 有系統組織的去做一份寫一本書出來 也在我今年五月的時候發表了 就是出版了一本我自己的書 整理了就是我在HitCon這五年 就是五六年的時間所有的研究 然後用把逆向工程 然後計算機組織 然後編譯器這些逆向工程的經驗 還有實務上網均所用到的技巧 全部整理成一本叫做 Windows Appetit Warfare 二一層事前線戰術指南 那好 做一個最簡單的開場白 那在講所有的技術之前呢 我想帶一點點前沿 就是讓大家有一點點想像 那當然在以前的時代 大家都一定有遇過這樣的例子 就是像我就常去下載一些 Adobe可能做藝術相關的人 有去用過Adobe Illustrator之類的工具 然後使用到盜版的嘛 然後你可能有一天就看到說 欸 我為什麼 為什麼右下角要出現呢 欸 你要不要線上什麼鶴關 然後線上即時發牌 然後有各種釣魚遊戲什麼的對不對 有很多廣告 然後或者是你的電腦就突然說 好像有點慢對不對 那那時候你就會開工作管理員起來看 然後就發現 嗯 不太對 這幾支城市看起來不太認識 那這時候有來HitCon的會眾 第一件事情會做什麼 大家第一件事情一定是 就是不太對 怎麼會我電腦裡突然出現 這支城市我不認得呢 那這個時候身為有資安意識的人員 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就是 欸 大家都知道我們可以先把樣本 丟上去VirusTotal回船嘛 對不對 這就是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惡意城市看不懂的城市 第一件事情先問問看 各家防毒廠商有沒有人認識 這支城市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時候有可能 通常這個時候VirusTotal跟你說 它是一支惡意城市 你已經把樣本回船回去 然後各家防毒廠商跟你說 這是一支惡意城市 那有資安意識的人就想說 好 那我應該要裝個防毒 它可能整支病毒藏得很深 那你就開始去裝一些像是 可能裝一些免費的防毒軟體 然後可能會接下來你就想說 想要花費買一些更好的防毒 買更多的防毒 買更多的防毒 那最後呢 我想談的事情是 現代防毒的設計架構 通常仰賴這三大設計 就是現在的防毒軟體無論哪一間 那這三大設計分別是 既然我們講防毒軟體的核心重點 是在阻止使用者被攻擊嘛 那一定就會有這三大設計 是在防毒軟體裡面 第一個設計是 惡意城市的偵測引擎 像是傳統大家已經聽到爛掉的 就是我們可以通過逆向工程 然後請研究員去研究這支新的樣本 然後寫出夠好的靜態特徵嘛 那下一次我們只要看到 有一支新的樣本進來 然後跟已知的惡意城市樣本的特徵 有match到 我們就認為它可能是 某個family的惡意城市 那當然除此之外 現在大家已經聽到 用machine learning based的防毒軟體 各家廠商都用machine learning based的防毒軟體 那其實machine learning 從十年前 就已經不是新鮮事 只是沒有拿出來賣 當賣點而已 那在十年前 其實大家常聽到的啟發式學習 其實就是最基礎 就是用svm的方式 去做線性的分類惡意城市 去做分類這支城市 是否與已知的惡意城市 找一條夠好的線 去分類出這一支城市 與已知的某一支惡意城市族群有相似 那我們就會把它判定為某個分支 某一個惡意城市的分支 那除此之外 當然現在有很多新的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不一定是用這個 可能會有用隨機叢林 可能會去用ngram的方法 那當然不管 那這邊都是偏向machine learning的 那當然除此之外 大家會說machine learning 它只能做分類 它有時候不能很好地幫我們做到 即時掃描 就是它是 很多時候攻擊者的攻擊行動 它可能不是一致的樣本 是變異全新的一個樣本 那這個你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一點用都沒有 因為它不是基於已知的攻擊樣本 所產生出來的 你不能用分類的方法分類出來 它是既定的已知的某種樣本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嘗試 像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 很多惡意城市 像卡巴斯基 三六點安全威師 這些防毒體 他們都內建有virtual machine 就是我遇到一支新的 不知道這是什麼樣本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說的事情就是 把它丟進去sandbox裡面跑一次 那執行萬一次去做一次imulation 如果它在我imulation的過程中 它有一些capability 有一些behavior是 它可能會去寫入開始啟動項 然後攻擊註冊表 然後會去做一些惡意的 croprocess的injection 那我就可以合理地認為 你這是一支二億層式樣本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是我們有至少每一支防毒體 都一定要有二億層式的檢測引擎 這是要掃描引擎 下一個問題是 我們有了最好最頂級的少毒的引擎 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下一個問題是 那什麼時候掃描嗎 什麼時候掃描通常會分成兩種 那第一種是 很多防毒體的設計是 因為不想讓 因為很多使用者不希望有太多的性能開銷 那通常就是 防毒體的設計就是 如果不是realtime的potation的話 通常就是定期掃描 可能每15分鐘每一個小時 或者每天定期掃描一次 比方說像我最喜歡的研究員 他所處的貓味Byte 這間外國公司 他們的防毒體設計就是標榜 我們沒有任何性能開銷 他是定期掃描的 那除此之外 當然在現在各家 各家金融業者都有被攻擊過的情況下 大家已經知道 就是這種定期掃描 可能沒辦法應付日新月異的攻擊技巧 所以 微軟給開發者 就是給security vendor 有給出一組API 就是這一組API 就是現在標準的防毒體 都是按照這一組API的設計的 分別是 mini filter的機制 可以讓你去過濾 整台電腦上所有的IRP行為 所有的IO存取 無論是你寫檔讀檔 或者是你網路連線 這些我都可以去過濾 去過濾你的這些行為 是否帶有惡意陪漏 比方說你嘗試把命運凱 從網路上拉下來 然後寫到本地的時候 寫到磁鐵槽的時候 這時候他就可以從mini filter 成過濾拿到 然後就把這個文件給刪掉 不讓你把這個惡意城市文件給落地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有了 夠好的防毒安T掃描引擎 而且我們也有正確的時機去做掃描 比方說我們可以用PS mini filter 或者是用PS set create process notify routing這個函數 去註冊一個全系統等級 在kernel等級的一個hook 然後它可以一個回調 corp function 它可以去監控整支電腦上 所有新生產出來的process 它是否是惡意城市 那我們可以即時的阻擋 任何新的process 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都想要的樣本嘛 對不對 那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 當然每一家防毒廠商都會預設 安裝完之後都會預設是勾選 automatic sample submission 那就是說 如果你有已經被我們偵測出來 某一支樣本是惡意城市 那你願不願意讓我回傳 那大部分預設的情況下都是開著的 那我們的樣本就會回傳回去 好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真為 我們都知道這三大點是 既然是防毒安T的設計的三大點 也就是說這三大點也是我們攻擊者頭痛的三個問題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反過來思考這個問題喔 那反過來思考的問題就是 假設喔 你可以看到說 所有研究人員在研究的 手上在研究的惡意城市樣本 都來自於這三個階段 先是由現在防毒安T的掃描引擎 掃描過確認覺得有問題的樣本 並且在正確的時機點進行掃描 最後這個樣本被掃描到 發現它有問題 然後才回傳來我們的樣本中心 假設 這個你可以看到這整個過程 都是基於磁碟槽上的惡意城市文件嘛 反過來說 如果真正的駭客 已經找到了一個新的攻擊方法 它可以從頭到尾 讓樣本一旦回傳到樣本中心 自動損毀 等於你手上無論什麼時候 即使在那台電腦上面 你那台電腦上面會表現出攻擊行為 可是只要一回傳到你的電腦上 回傳到樣本中心的時候 它就自動損毀變成一坨垃圾 那是否 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真正捕捉到 那一群帶有最強大攻擊軍火行動的人 他們所採取的後門設計呢 是否就是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在探討這個問題 那其實我最想 我最一開始會有這個idea的發想是來自於 就是大家十年前或二十年前都有聽過 像是千面人病毒嘛 然後CiH病毒之類的 那其實在那些年 你只要搜尋千面人病毒 其實很難找到有外文網站 講到千面人病毒這個東西 但在中文網站講得很紅啦 就是講說千面人病毒就是 它每傳播一次 每散播一次的時候 會對自己重新編碼 然後讓它的特徵碼完全長得不一樣 那這一段講的點主要是要講說 它的樣本 千面人病毒這個方法在現在2021年已經沒有用了 但是我想說的點是 假設我們可以採用千面人病毒這個idea 每一個樣本在你電腦上一直行完 它就變成只能在你那台電腦上面跑 一旦回傳到其他電腦上的時候就自動損毀 那我們基於千面人病毒的這個構想 再重新製作一個2021年版本的千面人病毒 是否就能有效地突破所有防毒安體的查殺呢 好 那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outline 那我們今天的outline就是 首先我們剛剛提過了 就是防毒安體 接下來我們要先提到 就是現在所有攻擊者最頭痛的一個問題 就是現代的防毒安體都一定會有的realized scanning 是realized potential的設計 那現在的realized potential 其實微軟提供的那一組API 雖然在kernel層 但是我們是有找到夠好的方法 只要時間點掌握正確 攻擊者可以完全繞掉kernel層的hook 然後第二點是我們要提到 為什麼我們會講到這種攻擊技巧 我們要提到 從Windows XP時代有留下一個非常好用的保障 就是Creative Process X這個函數 那接著 我們有了Creative Process 我們會介紹一系列從 BlaiHate 2017年Aerop 所發表出來的一篇文獻開始講起 然後我們講出一系列全新的駭客 都在怎麼利用這一套攻擊技巧 那接著我們會講說 怎麼利用NTFS去刪除任何電腦上的文件 達到你可以執行任何執行程式 但是內置程式文件在磁碟槽上是沒有文件的 那最後把這些技巧全部整理起來 組合起來 就變成了我們的千面人病毒 好 那首先我們要講 The Treasure Left Scene Windows XP 那首先要講的是 從Windows XP時期 大家應該有用過 Windows XP時期的電腦 像我就玩過 就是以前打風之谷的時候會用到 比方說你現在在 比方說你在檔案總管上點開一支執行程式的時候 你點了比方說C槽底下的一個 FishyFish.exe的程式 你點開的瞬間 也就是說你在Explorer的這支Process裡面 執行C槽底下的FishyFish.exe 那實際上它背後會去調用 Kernel32底下的CreativeProcessW 那CreativeProcessW這個函數 底層會去呼叫CreativeProcessInternalW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內部其實會幫你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它既然你要去打開 你要去執行C槽底下的FishyFish.exe 這是程式 那首先它會用Fopen的方式 去把這份文件打開 打開成一個文件之後 接著使用 它用Fopen把這份文件打開之後 轉換成一個Emergization 變成一個印象區段 那接著有這個印象區段之後 它在使用NTDL所導出的一個函數 叫ZWCreativeProcessEx 你可以使用ZWCreativeProcessEx 這個函數 去將一個印象區段 變成創建成一個獨立的Process 就像圖右邊這樣子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函數 將任何文件用Fopen打開之後 轉換的Emergization 變成一個Process 那像現在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在Process裡面 我們就生成了一個Process 這個Process裡面 有掛載著FishFish.exe的執行程式的內容 掛載在記憶體裡面 那這個Process就 ZWCreativeProcessEx 這個函數 創建Process 就只是創建Process 它並不會有Thread 不會有PEB這些結構 所以我們必須手動來創建 那接著下一步呢 所以下一步要做什麼事情 現在Process裡面有 掛載著二一層式的模組 那下一階段就是我們可以調用RTL NTDL所導出的RTL CreativeProcessPermitterEx 這個函數 去替它創建一個環境資訊塊 PEB結構 那PEB結構大家有玩過就知道說 裡面你可以去填寫很多資訊 比方說這個Process當初被創建的 它的EmergePath 它的執行程式的路徑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手動填 用這個函數 用RTLCreativeProcessPermitter 身為ParentProcess 我可以替TrialProcess去填寫 它當前的程式路徑 它的參數 它的工作目錄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ParentProcess 自己手填的 那下一步就是 我們既然有創建好的一個Process Process裡面有程式碼 掛載著一個PE結構的程式碼 並且我們用RTLCreativeProcessPermitter 去創建了一個環境資訊塊 給這個TrialProcess 那下一步我們就可以用 ZWCreativeThreadEx 這個函數 去替這個Process創建第一個執行序 也就是MainThread 那這次Process就會被跑起來了 那你們現在理解完這一整套之後 其實就是一個標準 從WindowsXP時期所留下來的 CreativeProcessEx 怎麼使用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其實就可以拿來做利用了 那我有把這個東西 完成寫成一個POC 在左上角的Github 就是這是我自己的專案 我寫了一個POC出來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說 在圖上你可以看到說 我寫的這個工具叫MiniCreativeProcessEx 這函數 你可以創建任何指引程式 像我這邊就是創建了Mimikai Tourchain裡面的Mimikai程式 並且我創建出Mimikai 把Mimikai的程式跑起來的時候 我替它填寫的PEB資訊裡面 我填的是 你現在不是Mimikai 你的路徑是Explorer 所以你看到說它彈出來的程式 右上角可以看到它彈出來的Mimikai 是視窗結構上面顯示的icon 是檔案總管的icon圖案 那這個攻擊技巧其實 攻擊技巧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你用像是 Process Explorer這些工具去看 就是微軟的System Internal的工具去看 你就會看到說 Process Explorer看到的 它的數位簽名 看起來就像微軟所簽名的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這個Process是我們手動調用 CreateProcessEx這個函數 所產生出來的Process 它唯一可以能夠找到的路徑 只有兩個地方 分別是我們FOpen打開的 Emergization它所具有的路徑 第二個就是 ParentProcess手填給它的路徑 那這兩個路徑 我們都把它指向了檔案總管 所以它看起來 驗起來 就像是檔案總管的數位簽名 那講到這個為止 你明明會說 我們今天不是要講防凡體嗎 這個東西不就是 大家已經講到 老調重彈嗎 這不就是Process Hollowing嗎 這不就是Run PE嗎 這有什麼好講的對不對 我知道大家要虛我 就是先不要先不要講 好 我們要講 先不要虛先不要虛 我要講的是 其實 你們理解完這一套 CreateProcess 是怎麼創建出一個Process 從靜態文件 到變成一個動態Process 執行的流程 你們理解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談 防凡體是在什麼時候 介入來掃描 這支程式文件 這個Process的時機點 好 首先 這一個應該大家有查過相關文獻 就是如果你也是有逆過一些驅動程式的 你就會看到有這些API 在微軟的官方文件上面有說 微軟說 這段文字是從微軟的官方文件寫的 就是 微軟提供了一組API 給安全廠商可以去監控所有 新產生的Process的惡意行為 就是有提供一組API 分別是 PS Creator Process Notify Routing X 這個函數你可以去監控 這整台電腦上面所有新生產出來的Process 然後你可以去掃描它 就是 你若有新的Process一生成 你就可以直接得到一個通知 然後你就可以去對它進行掃描 或者是去把它查殺 把它關掉 把它Kear掉 那另外一個函數是 PSC Creator Thread Notify Routing X 那這個函數就是 每當有新的執行序被生成的時候 你就可以立即獲得一個Event 你可以獲得一個通知 然後你就可以去介入掃描 這個Process 就是擁有這個Thread的Process 那 無論上面這個API 或下面這兩個API 就是無論上述兩者 任何一個API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兩個API 是給Kernel在調用的 給驅動程式在調用的 那你會說 驅動程式對我們的 惡意程式開發者來說 那個東西 超級無敵難攻擊的 首先我們要先過UAC 過完UAC 要掛載一個 具有數位簽名的驅動 然後我們才能夠去把那個Hook 給拔掉 把那個回調安數給拔掉 你說攻擊起來超難的 好 那我們再深入研究一下 如果 如果 有任何的防毒廠商 或者是有任何的EDR裝置 他通過這兩條API 註冊了這兩條API 那獲得了回調 他收到什麼訊息呢 那首先是 實際上這個就是 大家防毒軟體在掃描 在做即時掃描的時候 都是用上面這一組API 叫做PS CREATE PROCESS NOTIFY ROUTING的X 這個函數 當有任何新的Process 一被生成的時候 在KERNEL層的DRIVER 他的回調函數 會收到一組叫做 PS CREATE NOTIFY INFORMATION的 一組資料結構 那這組資料結構 就長得像右邊這樣子 那 這組資料結構裡面 只有三個東西是重要的 那 你跟他說我紅標 就是我反白的 highlight起來的三組結構裡面 首先有 這三組有什麼重要的呢 分別是FileObject EmergeFileName跟CommandLine 那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兩組 EmergeFileName跟CommandLine 這兩個東西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 ParentProcess 自己手填給TrialProcess的 就是 像 EmergeFileName就是指 這個TrialProcess ParentProcess替它填寫的 它的程式路徑是什麼路徑 那下面這個CommandLine 大家一看就知道 就是 我們ParentProcess替TrialProcess 手填的 它的 參數是什麼 那這兩個其實攻擊者 都很好偽造 不是問題 那你會說 在最大部分防毒廠商 都會拿什麼東西 作為掃描的依據呢 就是那個 叫做FileObject的物件 這個FileObject的物件 還記得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用 ZW CreateProcess X 這個函數 在創建一個新的Process的時候 我們要給一個 靜態 打開的一個EmergeFile 我們要給一個 打開的一個 靜態文件的一個 Pandle值 那這個值 對應的就是我們 Fopen 打開的那份文件 所以這個文件是對於攻擊者 他想要 他想要掛載哪一支 程式模組進記憶體裡面 他就必須Fopen 打開哪一份文件 所以這個文件是最Stable的 沒有任何攻擊者可以 自意的去修改 去偽造 那所以我們大部分人 都會用這個東西 作為掃描 那你會說下一個問題就是 好 既然你會講 既然說 對於攻擊者來說 你會說 我們基本上不能去拔掉 他在Knowson的戶口 你跟我說 這資料結構也非常難繞 那我到底要怎麼繞 這一場我是不是就 End在這邊 就是不用講 好 我要提一個重點是 實際上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叫做 PS 這個函數是 微軟宣稱 每當有新的Process一生成的時候 你就會獲得 在Knowson就會獲得 一個全新的一個Event 立即 就是新的Process一生成 你立刻會收到通知 對吧 那 大家問一個 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你會覺得是在 Create a Process W的時候 收到通知 還是Create a Process Internal W這個函數 獲得通知 還是在NTTL的 ZW Create a Process Ex 獲得通知呢 好 那大部分人都會說 應該就是 既然它是 創建出Process 就獲得通知 那應該就是 Create a Process W 或者是 Create a Process Internal W 或者是 ZW Create a Process X 這三個函數 一直行下去 就會獲得通知 那 答案是 答案是 三者都不是 答案是 實際上 Process一被生成的時候 並不會 方端體的廠商註冊在 Knowson的回調 並不會立刻獲得通知 而是 等到 這支Process的第一個執行序 使用 ZW Create a Threader X 這個函數 把第一個執行序 給創建起來 並且這個執行序 會先去執行到 NTTL所導出的 LDR Inurized Process 這個函數 也就是我們所稱的 Application Loader 等到Application Loader 修完這個 Trial Process 它才會在 NTDL的函數裡面 去發一個 Event 回去給Knowson說 你必須發通知 給所有Knowson的函數 說我現在這個 Process被生成了 這邊就有 有趣的事情可以玩了 那有趣的事情就是 實際上 我們剛剛講什麼 Vontoranti其實是 在注釋在Knowson 那個微軟組合提供的API 它並不像文字上 所敘述的 ProcessE被生成 就立刻獲得通知 而是 第一個執行序 被生成的時候 才能介入掃描 那我們講了 它掃描的時候 Knowson會 會有什麼資料結構 也就是拿到這個 叫做PS Create a Notify Information的這個結構 可以進行掃描 也就是說 當我們 Charl Process的 第一個執行序 被生成的時候 Knowson可以去掃描 這三組結構 也就是Emerge File Name 跟Command Line 跟Fire Object 這三個資料結構 對不對 所以攻擊者就想了 一個全新的攻擊套路 說 既然 你掃描的時機點 是在 創建出第一個執行序的時候 才能介入進來掃描 意味著 如果我先把一些 二一層式碼 先寫進去 我們可以先打開一份 我們 如果能夠去創建出一個攻擊行為是 我們 真正在跑的時候 既然去叫起來的那支程式 跟我們當初打開的文件 如果有不同 你就會掃描錯到不同的文件 所以現在就有一個攻擊案例是這樣子 首先 艾克可以先創建一個叫 大密點TXC 創建出一個垃圾文件叫 大密點TXC 接著 這個文件現在對攻擊者而言 它是一個可控的文件 它可以往裡面寫 往裡面讀 要讀要寫都可以 那接著 我們講它是一支程式文件 它是一個大密點TXC 是一個垃圾文件 接著 我們就可以把 咪咪凱斯的配漏 把二一層式的配漏 直接寫進去到這個TXC文件 接著 使用 ZwCREATE PROCESS EX 這桿數 去把 咪咪凱斯的這個大密點TXC文件 這個大密點TXC 我們原本帶有 咪咪凱斯的配漏 可是 我們現在已經把 咪咪凱斯創建成一個獨立的Process了 那現在躺在磁解潮 這份文件 還要需要嗎 還要用到嗎 其實用不到啊 我們一點都不需要用到它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裡面寫一坨垃圾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使用 RTLCREATE PROCESS PERMIT X 跟ZwCREATE EX 去把 這個MIMICS PROCESS 給叫起來執行 那這個時候 一旦防毒軟體 在最後一個階段 也就是 我們創建出 執行區的時候 防毒軟體才會介入 進來再掃描 那掃描的時候 防毒軟體回頭 才想到要去掃 那個大密點TXC 啊 糟糕了 這時候你發現什麼 大密點TXC 已經被駭客 寫成了一坨垃圾 所以防毒軟體 這個時候掃描的時候 已經掃不到東西了 對吧 好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 攻擊技巧 那這攻擊技巧在2021年 就是2021年被稱之為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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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有寫一份 一模一樣的POC在上面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Clone下來 就是玩玩看 那 這攻擊技巧 既然是承襲了 前面我們講的 CREATE PROCESS EX 這個函數的攻擊技巧 所以我們也可以 獲得數位簽名 那這邊都不是我要提的重點 就是 其實這個攻擊技巧 一開始是由 就是我們講的 Bladehead Arup這一篇的 Process Double Gangling這一篇 所提出來的攻擊技巧 他注意到了 Kernel層的掃描時機點 其實跟 所謂 所有的資安廠商 所理解的時機點 是不太一致的 所以導致有這個 時間點可控 導致 可以拿來 繞過防毒軟體的問題 其實這系列的攻擊 其中基於這個方法所衍生出來的 變種攻擊行為有很多 像是 ARIS這個 垃圾軟體的組織 專門打金融銀行的垃圾軟體組織 還有 Hepetopin是攻擊技巧 2020年推出的新的攻擊技巧 然後還有像 Process Ghosting也是基於這個技巧 所衍生出來的全新技術 那你會說 在2021年 我們還可以用這個技巧嗎 答案是可以的 可是這個方法 基本上微軟已經 知道這個攻擊方法 所以 現在Windows Defender 是可以有效的查殺 這種攻擊技巧的 一旦 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們會先需要創建出一個 叫Dominion.txt的文件 接著把Mimikize Payload 寫進去到 Dominion.txt 那我們講Windows Defender 其實它本身在 有使用到 MiniFilter的回調 所以基本上 你在寫的那個瞬間 Windows Defender 就只會直接叫 所以接著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能不能創建出 一個可控的文件 然後我們往裡面 寫資料的時候 實際上 並不是真的把資料 寫到磁鐵槽 而是先被Cache起來呢 因為我們就是要 把它創建成 一個新的Process 我們能不能找到 一個夠好的方法 雖然它 我們是寫 Mimikize Payload進去 但實際上 並沒有進到磁鐵槽呢 答案是有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 把這個攻擊技巧 再進化一點 就變成Process Ghosting 那這個技巧就可以創建出 沒有文件的 無文件的一個Process 那這攻擊技巧是這樣子的 像大家都知道說 在自己的TMP 就在自己的TMP file資料夾底下 又有很多 Windows的Update 都會留下很多Log嘛 那那些Log 基本上重開機 會自動消失嘛 那其實這是用到一個 Windows本身特有的屬性 就是叫做 Delete Unclose的一個屬性 就是你可以去使用 NTDL所导出的一個API 叫做 Setter Information Setter File Information By Handle的這個API 它可以去替任何文件 去標上一個屬性 比方說你想替一個文件標成 只可讀 只可寫 或者是它是一個隱藏的檔案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把它標註成 它是一個Delete Unclose 它是一個Temporary的一個File 就是說 這份文件 如果一旦 就是我現在打開的 這份暫存 叫做Temporary的File 一個暫存文件 一旦我今天 一把這份文件用完 我一把這份文件 一close掉 fclose 一把它關掉的時候 這份文件 就會直接從磁解槽 直接消失 那這個設計其實是 當你對一份文件標註上 Delete Unclose的屬性 你寫的任何內容 只會在認成 它不會真的進到磁解槽 那這個技巧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先把一份文件 創建一個大密點 txt的文件 接著替它標上 它是一個 Delete Unclose的一個屬性 接著 我們寫的時候 因為沒有實際進到 NTFS的磁解槽裡面 所以Defender在 Mini Filter層 不會收到通知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安穩地把我們的 Mimi KS配漏寫進到 這個大密點txt 那接下來的事情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可以用 ZW Creator Process X 去把這個東西 創建成一個新的process 然後做什麼事情呢 接下來我們 把它創建成process之後 process機體裡面已經有 Mimi KS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ZW Close 去把這個 就是把我們剛打開的 這份大密點txt文件的 Handle值 這個文件 從打開變成關掉 一關掉的瞬間 我們講它是個 Delete Unclose的一個屬性的文件 所以這份文件 就會從直接上 直接消失 直接不見 那這個時候 一旦我們使用 ZW Creator Thread X 這個函數 去創建第一個執行序 給這個process執行的時候 好 防端體就會介入進來掃描 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剛剛創建的這個大密點txt 因為在 它是一個Delete Unclose的一個屬性 所以 防端體在最後一個 創建出第一個執行序 才介入掃描的時候 發現 糟糕了 這份文件已經消失了 我已經沒辦法 對它進行掃描了 那 這個技巧 它就可以創建出 正在跑的一個process Mimi KS正在跑 但是 它實際上是沒有任何 文件的內容 那這邊可以給大家看一個 簡單的demo 像是 這樣 好 那這邊可以給大家看說 我這邊 作為demo 就是 可以看到說我現在準備了一個 現在500 Windows Defender Realtime Potential 是全開的情況下 接著呢 所以我現在要執行桌面上的Mimi KS 因為Windows Defender的主動保護 現在是開啟的 所以 你會看到 Mimi KS要被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被查殺掉 那這邊我就使用到我的小工具 叫做 Mini Ghosting的小工具 可以去執行我的 這個 Mimi KS的Payload 那 我設計就是 我把Mimi KS的Payload 使用了我們剛剛講的 process ghosting的技巧 首先先創建出一個process 先把Mimi KS的Payload 寫到一個不重要的文件裡 然後 並且把這份文件 標註成 delete on close的屬性 然後再創建成process 那你就看到說 Mimi KS被叫起來 而且是在 Windows Defender主動防禦全開的情況下 可以成功繞過 並且有趣的事情是 你在 工作管理員裡面可以看到 它的屬性是完全沒有任何名字的 並且很多人都喜歡用這個功能 就是在工作管理員裡面 對process去按 open file location 你會發現 它的 因為這份文件 已經從磁鐵槽上 完全被自動刪除了 所以這個process 即使還在跑 你可以看到 就是Mimi KS還在跑 但是 實際上它的文件 是完全從磁鐵槽上消失 所以它不具有任何 emerge file name 也沒有 command line 而且 它也沒有實際的儲存文件 好 這邊是第一個demo 這個技巧我非常喜歡 就是 叫 ghosting 的技巧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功能 那 這個技巧 成功使用了 delete on close的屬性 來做到 processed ghosting 的技巧 然後 可以創建任何二億層式的文件執行起來 並且沒有人可以掃描它 但 這邊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很多 現在很多勒索軟體 跟銀行業的 攻擊後門 都採用這個技巧 叫 ghosting 的技巧 可是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無論它的這個攻擊技巧 多麼的厲害 可是它還是需要一個launcher 因為它必須要有人 替它做這一套 ghosting 的技巧嘛 所以我接下來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 就是不需要靠launcher 即使不靠launcher 我們也可以把 自己的二億層式 就是不需要靠launcher 我們自己的二億層式 進行起來 就可以把自己的層式文件 先給刪掉 那我們這邊就要提到一個有趣的ntfs的問題 那像大家應該都有聽過ntfs 可以拿來隱藏後門的問題嘛 那這個東西應該已經是老故事了 就是 比方說你從網路上 在windows裡面去 從網路上載一份文件下來 那這個時候 比方說我從github這邊載一份 叫poc.zip的文件 那實際上 Windows Defender 不是Windows Defender IE瀏覽器 跟各大瀏覽器 在Windows上面 基本上下載一份文件到磁解草的時候 它會替你這份文件在 在你 它會替你這份文件的不同的串流上面 去開一個叫做 Zone.Identifier的一個串流 那你看看它後面寫的標註的是前套data 所以前套data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poc.zip 它有一個特別的串流名稱 叫做Zone.Identifier的一個串流名稱 裡面它保存的是資料 資料的內容 那你可以把這份資料打開來看 它裡面保存的就是一個 XML格式 INI形式的記錄文件 記錄著這份文件當初是從哪裡下載過來的 那你看到說 poc.現在我們在下載文件裡面 可以看到只有poc本人 沒有看到任何這個記錄的資訊碼 所以這個技巧就被很多人拿來做 很多後門的設計者拿來寫二一程式 比方說像這樣子 你看到說如果我們把皮卡丘程式 寫在某一個記事本文件底下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依賴在某一個文件底下執行 但皮卡丘打白球的程式內容 完全不會顯示在GUI裡面 不會顯示在檔案總管裡面 那更有趣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當你今天把一支二一程式 掛在某一個文件 比方說我把皮卡丘打白球的程式內容 寫在dummy.txt這個垃圾文件 底下的一個叫皮卡串流 接著有趣的事情來了 現在我們在用create process去把這份文件底下 就是dummy.txt的皮卡串流的程式給叫起來 所以你看到皮卡丘打白球 這支程式現在正在跑 可是正在跑的時候 我們講現在dummy.txt這份文件本身 有被當執行程式執行起來嗎 沒有 是dummy.txt底下的皮卡串流 有被當執行程式執行起來 所以問大家dummy.txt可不可以刪除 Windows跟你說可以 也就是說我們先把一支二一程式 寫到某一個垃圾文件的 特殊串流底下執行起來 那這份文件本身 被掛載的這份文件其實是可以直接刪掉 而且我們的貓位是仍然執行起來的 那這個攻擊技巧就可以做到下速的攻擊行動 那就可以做到你可以把任何正在跑的行程式 通過把它的資料從主串流 移動到一個隨機的垃圾串流 接著再把這份文件刪除就可以直接做刪除 那這個技巧其實是由Jonas這個研究員發現的 就是我們可以把任何正在跑的程式文件 先把他的資料挪到 從主串流挪到一個隨機的垃圾串流 接著你就可以把這份文件直接給刪掉了 它是一個Windows Windows Lock File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攻擊者其實可以設計一個攻擊行動 是這樣子的 首先我們可以 攻擊者可以設計出一支二一程式 叫貓位臉EXE 那目前在貓位臉EXE 它的主串流底下有1337個byte 是保存著咪咪開始配漏 那接著 接著下一步 我們可以 這支程式 二一程式一跑起來的時候 它可以對自己去打開自己的程式文件 接著把自己的程式內容 用 在主串流的這個路徑上面 因為已經沒有資料內容了 並且 我們並沒有 接下來 Windows Lock就會確認說 這份文件 這個路徑 主串流的路徑 文件 現在是零個byte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 Delete File這個函數 去把這份文件給刪掉 那更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我們把這份文件 主串流的內容給刪掉 可是還記得 我們現在這個process還在跑 還沒有執行 那這個時候路徑會指向到哪裡 會指向到主串流 而不是指向到大密點 大密串流 所以如果有任何工具 或者是方端體在掃描的時候 它掃描到的是主串流 而不是掃到 大密串流的二一程式payroll 所以你就可以在主串流 先把這份程式的主串流內容刪掉 那接著把它主串流裡面去寫上 具有數位簽名的東西 那你這支程式的process內容 看起來 跑的時候看起來 就像是有帶有數位簽名一樣 那這邊有第二個demo給大家看 就是像這樣子的攻擊技巧 它的火力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我這邊做的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小工具叫scroll 那有開源出來 那可以看到說 像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的小工具叫scroll 然後 我有提供一個叫做 給數位簽名的功能 那你現在可以嘗試 把皮卡丘打白球這支程式 看它的數位簽名 因為它是一支 就是年久時修的一支程式嘛 所以基本上它是很老舊程式 不會有數位簽名 那你剛說我現在把這支 皮卡丘打白球程式給執行起來 所以現在 皮卡丘打白球這個遊戲程式 就是正在執行 還沒有結束 那我們就可以下scroll這個程式 去把 皮卡丘打白球程式 去帶有數位簽名 那背後技巧就是 替它的程式 把這一支正在跑的 皮卡丘程式的 直接槽內容刪掉 然後寫上 帶有數位簽名的內容 那你就看到說 重新打開一次看 就可以看到 皮卡丘打白球程式 在沒有關掉的情況下 從不具有數位簽名 那現在帶有了數位簽名 帶有合法的微軟數位簽名 那這邊是第二個demo 這邊講完兩個demo之後 我們把上述 我們剛剛提到這兩個技巧組合起來 我們就可以設計一個自己的 自動對自己變異 重新主義的一支二翼程式 也就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千面人病毒 那這邊要提到 其實我們今天要對抗的重點是 自動樣本回傳的這個功能 對現代防毒安體來說 Windows Defender或防毒安體來說 這都是一個 一定要安裝啟用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東西 對於各家安全廠商來說 就像是眼睛一樣 基本上我們要 必須能夠捕捉到 駭客最新的樣本 長什麼樣子 那你會知道說 其實現在大家已經聽到講Fileless 講Fileless 已經講了好幾年了 對吧 那Fileless Attack攻擊很酷 它不帶 就是我們用PowerShare 或用VBScript 把這支二翼程式給叫起來 非常酷 可是在實際的攻擊行動中 你可能需要做的 對攻擊者而言 他需要的是 長期監控某一台電腦 可是我們Fileless Attack 總是要留下一些東西 來讓我們的後門 在每一次重開機 能夠持續的監控這台電腦 所以其實我想談的一點是 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方法 只要這份樣本要被回傳的時候 就會自動損毀 那這份樣本就可以是 常駐在這台電腦上面 永遠執行 那我們可以確保我們的後門 同時確保我們的後門 在這台電腦上 可以長期監控成為 開機啟動向 並且任何房租廠商想要去研究它 也非常難回傳 那我就設計了一套叫做 Scroll的DRM 就是防止任何人去把樣本回傳的一個 惡意程式的設計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其實就是說 當這個樣本第一次在這台電腦上執行的時候呢 它就會去收集這台電腦上的訊息 比方說這台電腦的使用者它的名稱 它的系統版本號 它的CPU有多少個 那你有C槽V槽E槽有幾個Valent 不同的Valent 那這些資訊都是相對於這個Victine 這個受害者特有的資訊 特有的Feature 那我們就使用這個Feature 作為一個Pattern 作為一個特徵 然後去對我們的惡意程式重新組織 那重新組織之後 我們的惡意程式會用 這台電腦上面的這些資訊 來將自己重新Decrypt再執行起來 那如果這支程式樣本 以後被回傳到樣本中心的時候 只要沒辦法收集到一模一樣的資訊 以一模一樣的資訊環境的特徵 那執行起來解密出來的內容 就是會變成垃圾 無法執行起來 那所以攻擊行動就像這樣子 攻擊者可以去用我這個Screw的工具 作為載體去帶他的惡意程式 Payload到對方電腦上執行起來 那下一步 它執行起來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Payload給Decrypt 然後去接著 這個Launcher就會把他的Payload MimikizePayload解密出來 然後用我們剛剛講的 Process Ghosting的技巧 去把Mimikize給叫起來 躲過防毒安體的查殺 那最終 防毒安體如果想要把 這個自動會突出 MimikizePayload Ghosting技巧 這個載體 這個Screw的載體 回傳回去到 回傳回去到樣本中心 做分析的時候 它會自動損毀 所以樣本中心 沒法對這份樣本進行掃描 那最後就是 最後一個Demo可以給大家看 最後這個 簽名人病毒的 實際攻擊案例 會長得像這樣 那一樣我會用Mimikize做 做 就是做舉例 你可以看到說 我這邊有一個紅色的小精靈 這個工具叫 就是Screw 是我自己寫的小玩具 就是我們這次要Demo的重點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說 我執行Screw的工具之後 我有提供 就是Build的這個功能 可以把任何惡意程式變成 就是任何 你給我任何的執行程式 我的Screw工具 都可以把它變成 帶有 前面人病毒的特性 那它吐出來就會吐出 這邊我把Mimikize的惡意程式 是編成一個launcher的程式 然後拖到victine端 右邊是victine端執行 那受害者端這邊 現在啟用了Windows Defender的 即時保護 那你可以看到說 因為啟用了即時保護 所以在victine端 要去執行Mimikize的惡意程式 會即時被查殺掉 沒辦法執行起來 可是要執行我們的 screw的載體工具 你就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screw背後 採用了process ghosting的技巧 去把它叫起來 所以Windows Defender 是沒辦法掃描它的 並且現在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launcher 會執行起Mimikize的payload 如果有任何人嘗試 把我們這個載體 把這個launcher 回傳回去 用任何形式回傳回去 再嘗試去執行它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損毀 因為剛剛在那一瞬間 它已經在對方電腦上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就把自己的所有程式碼 變成了對方環境資訊的片段 重新重組過 那這樣子的一個小技巧 分享給大家就是如何設計出一個 自己的前面人病毒 那最後 最後就是 好 那最後做一些結語 那其實我做這篇研究的原因 是因為想要強調說 其實有很多安全廠商還在強調 我們可以去掃落地的磁碟槽 但其實落地的磁碟槽不一定 真的就是真正的攻擊的軍火 或者是真正的惡意城市樣本 其實我會有這樣的發想 或許已經有很多真正有技術實力的 網軍或者是駭客 早就有這個能力 view出了無法 就是被我們蒐集回來的樣本 那其實就是要強調說貓衛的 其實基本上貓衛 我們不能去假設防毒安體 掃描在磁碟槽上的文件 一定就是惡意城市 就是惡意城市只會存在在磁碟槽這樣子 好那這邊感謝大家的聆聽 那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做現場做發問 好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那我這邊想問一個問題好了 那你覺得防毒軟體們應該要怎麼偵測這種手法 怎麼偵測這種手法 我覺得因為其實所有的 就跟我們脫殼一樣 即使你在惡意城市在靜態保護得怎麼好 其實它最後回歸到動態執行的時候 還是要有表現出跟原始惡意城市編譯時期 一模一樣的設計概念 所以其實所有的我們就是不能夠 只回傳惡意城市在磁碟槽上的文件 應該也要有能力去寫 在回傳樣本的時候要把process dump 下來 並且 dump 的同時要把動態process的內容 dump 成靜態文件 再回傳這份靜態程式文件 因為這個東西才會帶有動態執行資訊 正確的惡意城市 payload 的資訊 這樣子 好 那還有其他很多問題嗎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謝謝ADR帶來分享 謝謝ADRREGA ADR Gregorio